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水新媒体,我是安妮 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水新媒体,我是安妮 这是一本能够改善命运的书籍 从中国明朝开始,就被很多人奉为规矩 通过阅读和理解,以及实践这本书的内容 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 人的寿命是最难延长的 但是这本书中的方法,却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和现实 这就是华夏明朝万历年间 袁老凡先生所著的善书 了凡四讯 袁老凡起初明表,后改明皇,字汽远 初号雪海 后人常与其字号,了凡称之 了凡先生是明长南,直立苏州府,吴江县人 先生是万历记士,曾担任保底县令 有善政,后担任主事 荣耀凡先生曾以三千兵力击退袭击的倭寇 入任时宜之官 将此前的体验写成著名的券扇书 了凡四讯 袁起 袁老凡先生在考科技之前 由精通命像之术的影视高人 袁老凡先生 匡测其未来功名 结果其后都被一一命验 因此 年轻的了凡先生就认为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而且命述中显示 他将于五十三岁寿终 且此生将无子嗣 在了人自己命运后 了凡先生过了几年飘然了物的生活 于明龙庆三年间 了凡先生遇见云古禅师 在云古禅师的开导下 了凡先生了解到 通过人自身的心性和行为的改变 是可以转变命运的 自己以前 安于天灭的行为 太过消极 了凡先生是一位 意志力坚强的宝学知识 从那以后 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不仅在仕途和生活中处处自行 而且每天都积极行善 就这样不断地坚持善行 几年之后 科举首先就比原来 算重的命数排名更优 由此改变了他自身的命运 也更加坚定了了凡先生的决心 他丝毫没有停歇地去私善行善 此后 不仅他没有在五十三岁受众 而且子女顺利降伤 其仕途也是一帆风顺 大大高出所算命数的结果 柳凡先生博学上旗 不仅对河洛 相伟 绿礼 水利 荣正多有研究 更是精通了高谷 堪语 心命之学 日常 先生常常指导他人 修正行为要依照功过格来计数 周边的人们都知道他是有大善愿的人 在辽凡先生六十九岁那年 他写下了辽凡资讯 本意是教导其后代子孙 应该做有道德有德行的人 没想到这本书亲友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大家都争相传操 不仅自身修学 也成了很多家庭的家训 家规 辽凡先生已七十四岁往生 先生之子 袁延 也正的进士 还曾担任广东省高耀县县令 辽凡资讯简介 辽凡资讯是明代 袁辽凡先生所著的训子善书 全书共分为 《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孝》四篇 其内容是辽凡先生的亲身经历 讲述了辽凡先生改变孕运的过程 并以此禅明 种德立命 修身自事等道理 我们现在奉献给大家的是 清朝关绪十五年 湖北关书处的刊本 眷末还有袁辽凡居士传 此书是清朝光绪年版 历史上著名改造命运的古籍 高清辽凡四讯 欢迎研读鉴赏 辽凡四讯的墓次简介 第一篇《立命之学》 是讲人的命运可以靠自己创造 而不是被命述所束缚 第二篇《改过之法》 做人从小的过时起改过 那自然便不会犯下大的过错 第三篇《积善之方》 指出多做善事帮助别人 善事极多了 命运自然也有所改变 第四篇《谦德之孝》 说明与人相处 待人要谦虚 从中学习 自然便有进步 了凡四讯章节并不多 内容也很明晰 方法很直接 绝不是伪造编造的故事和传说 朋友们都知道 改造命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需要付出非凡的毅力 并切实立行的结果 由此才能符合天道 才能改变人生 阅读或观看到这本书的内容 都是大有善缘的人士 难得好说 尤其古籍善本 更是不容易遇见 让我们珍惜华夏仙祖留下的道德文明 希望了凡四讯等书籍 能够给大家带来成功和幸运的人生 优优独立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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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转发、分享 咱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